近日,演员张静在微博晒出十周年的结婚纪念照,她和蔡少芬穿上了十年前结婚时穿的婚礼礼服,并说要保持身材,下一个十周年还要穿上同一套礼服再拍纪念照。 结婚十年,恩爱如初,在如今这个真真假假,虚虚实实的娱乐圈,像张静和蔡少芬这样像如以沫的爱情显得是那么的弥足珍贵。 虽然他们的爱情很让人羡慕,但从相恋到结婚,张静和蔡少芬承受了太多的质疑和嘲讽。 蔡少芬1991年获得《香港小姐季军》,顺利出道并参演了多部电视剧,多次获得最佳女主角,当时还是和萱萱、陈慧山、郭可颖其名的TVB四大花旦,可谓是星途璀璨。 相比较之下,张静就逊色很多了,当年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武术替身,即便在《卧虎藏龙》为杨子琼和张子怡做过武剔,还是否为人所知。 她中途也出演过《水月洞天》、《灵静传奇》等影视剧,但在剧中扮演的也都是些不出名的小配角。 张静,蔡少芬因《水月洞天》相识,但两人的缘分没有就这样结束,《灵静传奇》这部戏让两人有了更多了解彼此的机会,慢慢的,蔡少芬发现这个男孩比他想象的更有才华。 有趣的是,张静表白蔡少芬三次才成功追悼蔡少芬。 第三次是张静抓住蔡少芬因为他而吃醋的机会,才顺利让蔡少芬成为他的女友。 爱情虽甜蜜,但是压力也随之而来,自二人恋情公开后,就有媒体写张静配不上蔡少芬,说张静既没蔡少芬红也没他赚钱多。 2007年婚前的一封爱情宣言并没有堵住悠悠众口,一向言语犀利的香港媒体更是断言。 这份女强男弱的婚姻不会长久,那时候报纸上每天写的都是张静的负面新闻,说她是靠女人炒作,在婚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蔡少芬的老公成了张静的代名词。 张静在新闻采访时说那段时间压力大到了极限,事业上不见其色,媒体们又处处攻击和嘲讽张静靠老婆,她能够获得的好的工作机会就更少了。 在事业困顿期,张静经常情绪失控,在蔡少芬安慰她戏份少能够轻松一点的时候,当场就挤对蔡少芬一直演主角不懂她的失落。 2011年,出演王家卫导演的《一代宗师》里的马三,成为了张静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。 影片上映后,狂懒肆意票房,她更是评级这部电影获得了2014年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 而张静扎舌的演技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,上台领奖时,张静当然不会忘记一路相伴的妻子,当住所有人的面表白蔡少芬,说自己的幸福都是靠蔡少芬,还承诺以后要风雨同路。 台下的蔡少芬激动不已,热泪盈眶。 在《一代宗师》获奖后,张静的片约终于多了起来,参演了《杀破狼2》。 张静在影片中饰演看似优雅,实则心狠手辣的典语长,虽然是个大反派,但是观众们都被她的演技和扎实的武术功底征服。 如今的张静已经自立门户,成立了进步天下营业,自己当起了老板。 在外界的眼里,张静终于配得上蔡少芬。而在他们自己心里,本来外界的言论就不是最重要的,爱情的世界里有什么地位差距呢? 张静是重庆人,蔡少芬是香港人,两个人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。 张静因为蔡少芬普通话不好,一直用乐语跟她沟通,蔡少芬未融入张静家庭学会吃辣椒,张静做主家中大事,但不擅长管闲,蔡少芬就负责家中财政。 张静会指导蔡少芬的动作戏,蔡少芬也会安慰工作不如意的张静。 两个人互相珍惜,精力磨合,成就了爱情最美的样子,真是娱乐圈不可夺得的模范夫妻啊。 你觉得娱乐圈还有其他令你羡慕的夫妻吗?